昨天晚上的CBA常规赛的第七轮 辽宁南篮是客场挑战了浙江队 联赛前六轮输掉了三场比赛 刷新了八年以来同期的最差战绩 辽宁上下都是背负着沉重的压力 另外呢在对手的主场 辽宁队连续三个赛季杀鱼而归 昨晚的比赛辽宁注定不会轻松 但是经过四节胶着的比拼之后 辽宁队凭借着最后几分钟的一波攻势 以122比114逆转对手 让我们又看到了那个 末节惹不起的辽宁南篮 尽管浙江队的战绩也不算出色 但其强悍的防守和精准的三分球 一向令辽宁头疼 首节比赛浙江队就充分发挥出自己的特点 朱曲寒和吴前连续标准三分 辽宁队以十分之差结束第一节 次节辽宁凭借郭爱伦和赵纪伟的发挥 慢慢将比分追进 半场结束还落后对手五分 一边在战 师弟连等五分抹平了分差 之后双方陷入胶着状态 比分交替上升 辽兰落后三分进入末节 最后一节辽兰曾一度落后九分 比赛还剩三分半时 辽宁队突然开始发力 又找到了末节惹不起的感觉 先使赵纪伟三分得手 接着郭爱伦快速反击缩小差距 看赵纪伟 非常快 四分 好的 之后的一次抢乱 又让对手吃了一个违体犯规 利用两发一致的机会成功将比分反超 接着郭爱伦又里图外图将比分扩大 最终帮助球队在客场拿下一场胜利 好的 加伦 关键时刻的进入末度非常明确 因为前三截我们在防守强度上做的还是不够吧 因为给对方太多的三分球 因为对方主要靠三分而且努力非太多 这事情主要是加大的防守的强度 对于对方的外线的控制 这样他们三分努力要比前三截要下降 第二点就是今天能赢 最后大家的落后的情况没有着急 包括破连法非常耐心 包括之后防守的强度保持得非常好 没有出现过多的错误 就是算败的事情